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今天我们要用George Brock来探究星空 中间呢 隔着这一带银河 空间 中间 对 中间 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今天我们要用George Brock来探究星空 在夏天这三个就组成所谓的夏季大三角 是夏季夜晚里面很明显的星空 青年七夕在这个8月14号 所以你在8月14 仰望夏天的星空 就会看到这三颗星 这三个星分别是位在哪个星座呢 我们用这个软题就可以显示这星座的连线 这是天鹅座的天金寺 这是天鹰座的河谷二 又叫做牛郎星 那这个天晴座的织女星 我们可以再将这图字呢显示出来 就可以看到这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看到这边就会想到天鹅 这边就是天鹰 这边就是一个天晴 那今天呢我们再将这个隐藏起来 其实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三角 它是以当季的星空呢 最亮的几颗星来构成的 那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切换 例如说我们今天把它切换到三个月后 切换到这个十一月 十一月的话呢在秋天的星空 那秋天星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秋季南三角 这里呢可以看到就是分别是这一颗 北洛斯门 那还有这个火鸟六 跟这个土司空 这三个呢就组成秋季南三角 那接下来我们再切换到这个 就是冬天 切换到冬天的时候呢 这边有几个亮星 这天囊星是全天最亮的恒星 接着森树四跟这个蓝河山 这几个呢就会组成所谓的冬季大三角 那春季大三角呢就是这个大角锡 还有这边的这个是那个角树一 跟这个什么五地座一 这是春季大三角 那再加上这一个长层一 就会构成所谓的春季大钻石 对好那我们一样呢可以 我们一样可以将这个古人的星空想象呢 显示出来 对好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古代的星座 今天我们只要用State的日软体的图片 然后再搭配GGV 来测量这四季三角的角度 也通过这测量 对这几个星星有一些了解 并且我们将学会通过这滑杆 来切换四个图片 另外呢也可以将星星的讯息 整理在右边 让我们比较方便控制这些点 欢迎你一起用GGV来与我们探究星空